在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公布的這份名單 可以看到這份名單兼顧七大專業面向 四大青年世代的栽培接棒 可以說是國民黨黨史上最好的名單 我們相較其他政黨的名單可以看到 民進黨不敢讚不敢選的名單 包括柯建民 范雲 莊瑞雄 不敢選 不敢讚 三位不敢讚 國民黨是四位艱困選區的戰將 包括高雄的柯子恩 台南的謝龍介 屏東的蘇清泉 嘉義的王玉民 一個是不敢讚 一個是在艱困選區的四大戰將 高下利劍 不只是在政治組的名單 我們可以看到在軍事的專業 民進黨推出的是認知作戰的 沈柏陽黑熊學院 國民黨推出的是國際軍事的戰略專家 陳永康多次參加台美國際軍事的工業會議 這也是我們國民黨對於區域和平 對於全球美中台新局勢負責任的提名名單 第三 我們看到在後疫情時代 跟少子化成為台灣國安的一個當下 我們看到民進黨在安全名單內 完全沒有醫療的代表 引發全台灣醫界的反彈 而國民黨不責任的推出了 五位醫療背景的人員 其中有兩位 一位是陳清輝 台灣嫂子化的拒搏的權威 以及蘇清泉 我們的屏東的醫療的守護者 還有蔡明忠 我們彰化醫療的理事長 這是國民黨對於後疫情時代 對於醫護人員 對於相關的政策 要在立法院推動最負責任的一個名單 所以你可以看到賴清德推出的不分區名單 是民進黨黨史最爛的名單 而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推出的名單 是國民黨黨史上最好的名單 高下立見 外界有分析說韓國瑜列不分區第一名 疑似就是要再操作這個契科保侯 那也有人認為是像柯文那邊釋出善意 那你怎麼看 而基本上我們看到韓市長列入不分區第一名的名單 在昨天這個主席記者會宣布之後 是引發藍營非常振奮 認為所有我們講的國民黨所有的MVP 都集中在這個名單 所有敢讚敢說可以有分量的人 都集中在這個名單 我認為這就是國民黨走自己的腳步要先踏穩 把自己的造勢 把自己的不分區名單 把自己接下來各縣市的區域的組織 我們都有各自非常精實的準備 那最後呢 我們還是呼籲如果藍白河要符合全台灣六成民意的支持的話 台灣民眾黨就不要再堅持自己的科學 而是要尊重學術的寵計誤差的認定 這才會符合未來的所有的民眾希望走向的方向 那我們到最後的關鍵 這剩下的關鍵 這三天呢 剩下最後的關鍵 從今天中常會到下禮拜三的中常會 這是藍白河最大的關鍵 我們希望台灣民眾黨所有的領導人可以看到台灣民意真正的渴求 就是藍白河 不要再有一些主戰派從中作梗 然後要破壞藍白河 針對藍白河的部分所有的幕僚都持續的溝通 包括在昨天大家整個藍白河在整個的協商沒有結果之後呢 到今天整個的幕僚核心的幕僚都還是有接觸 那我們再次的呼籲 整個的藍白惡會共識第三點 統計誤差 這是白紙黑字簽名寫出來的 如果現在要針對統計誤差這四個字 台灣民眾黨的主戰派要自己用自己的科學去解讀 我相信不會受到所有的中間選民 以及了解統計學 以及國際所有統計學界的認同 因為抽樣誤差就是尊重每一份民調的樣本 而對應出來的誤差的範圍 而不是台灣民眾黨口中講的3% 正負1.5% 這是非常清楚的 那黨那會不會有股聲音就是說 柯文哲當初自己沒有搞清楚六點共識的狀況就已經簽字了 我們覺得就是說基本上所有要參選總統的這些候選人 基本上對於藍白惡會的六點共識是逐一的來確認 每一個字的來精準的來確認 後來才在整個惡會的六大共識上簽名 所以這個簽名就代表所有候選人了解藍白要走的方向 以及遊戲的規則 還有我們對於政治誠信的承諾 我相信這是全台灣民眾都看在眼裡的 如果現在才在討論說 我的3%不是正負3% 我的統計誤差 是各種不符合現在統計學課本的誤差 那只會讓所有的中年選民 所有的年輕選民看在眼裡 所以我覺得柯正穎這邊是現在賴皮的感覺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昨天 這個台灣民眾黨很多的幕僚在開記者會 他們顯然也沒有了解統計學的抽樣誤差 統計誤差的細節 在用政治的語言來做一個帶風向或解讀 我覺得所有的中間選民 所有的網路世代 在昨天晚上幾乎是一面倒的大炸鍋 表示怎麼可能抽樣誤差的3% 是3%不是正負3%呢 我相信所有的朋友在臉書都被洗版 大家對於學術的認定非常清楚 所以我今天看到 如果這個台灣民眾黨的好朋友 從今天開始要持續的針對這個誤差範圍 這四個字 統計誤差 要繼續有自己非常創意的解讀的話 我相信這個支持度 只會反映在接下來的民調 你昨天說希望24小時之後藍白河能有最好的結果 那目前你覺得樂觀嗎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有發現 柯主席跟朱主席 他們針對藍白河都保持非常大的空間 我們希望不只是這24小時 未來的三天 也希望爭取最後討論的空間 趕快來努力 這建議可以重新做民調 有考慮過嗎 你覺得可惜嗎 基本上過去的民調11月7號兩黨主席是有共識 從11月7號到17號來做相關民調的內容 那基本上如果在一個白紫黑字簽名的藍白惡會第三點共識 都可以造成這麼大的奇異的話 做再多民調都沒有用 基本上就是在於柯主席的疑念之間 而基本上我們看到這個柯主席 他因為黨內有龐大的壓力 我們也了解這些所謂的民眾黨的主戰派自己有壓力 可是我相信在藍白惡會的共識上 簽字的就是柯主席 後來在藍白惡會之後接受媒體專訪 也親口講出統計誤差 他是認為是要走整個藍白惡會第三點的共識的方向 所以任何的主戰派 包括黃三三競選總幹事 在這個過程中要來破壞藍白河都是不見容於台灣民意的方向 而且我們看到在整個昨天的討論之後 黃三三競選總幹事還要出來表示他是科學誤實 我就請問你的統計誤差 到底統計學課本寫的才是真的的統計誤差 還是你黃三三的科學講的是統計的誤差 這是全民都看在眼裡的 如果這一些主戰派要持續的包覆著柯文哲 我覺得呢所有藍白惡破局的罪魁禍首就是黃三三 您說只剩三天嘛 那侯市長這邊有準備好副手的人選 假如最壞的狀況發生的話 我想就如同我剛才提到的 國民黨針對自己的組織 針對自己的造勢 區域立委 不分區立委 甚至是副手的人選 我們都有所準備 那我們還是希望在這個準備的過程中 最大的期望還是藍白可以合作 那他想問今天已經列入不分區裡面的人 會還有可能變成副手的人選 我想今天列入副分區立委的名單 基本上就是我們國民黨 不分區立委名單的確定的名單的公佈 太陽星全校客廢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謝謝大家 ,請唉唐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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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